中国自2016年起颁布了宪韩令 禁止南韩艺人在中国活动 不仅综艺节目、演唱会通通被取消 中韩合作的戏剧也无法播出 不过从去年开始官方似乎开始逐渐解封 也有不少K-pop团体到中国演出举办签售会 近日微博上出现了关键字 韩国歌手时隔9年将在华开唱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北京文旅局批准了 南韩乐团Sesumi在7月的专场演出 网路上也流出相关公文 成为宪韩令颁布以来 第一组在中国举办演唱会的团体 虽然歌迷们感到很惊喜 也很期待能到场观看演出 但仍有大批网友反对 认为宪韩令不能废除 纷纷留言呼吁大家举报 不要让韩国人进来中国 歌迷想看的话可以出国去等 类似的留言占据多数 舆论似乎不太乐观